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幸福安康 长寿 才有意义 年轻时吃苦不算遭罪 年老时无依无靠才真的让人伤心 有的家庭把老人当宝 有的家庭把老人当累赘 都是老人 命运却不同 下面是三位九十岁老人的养老经历 他们的故事讲述这样一个事实 晚年生活的幸福和钱无关 有钱虽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的优秀传承 一个好家风才是最重要的 九十岁的金大爷 从领导岗位退休 月工资一万 可是儿女孝顺的不是他 是钱 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老了手里一定要有钱 但有了钱不一定万事大吉 九十岁的金大爷 退休工资一万元 老伴去世后 一辈子没有做过家务的金大爷 生活只能由儿女照顾 金大爷的四个儿女都退休了 儿女们轮班伺候 可是刚实行了半年 家里就闹了起来 家里不缺钱 四个儿女照顾一个爹 怎么还会有问题 可问题就出现在钱上 金大爷的工资由女儿给娶 娶完之后交给金大爷 但毕竟九十岁了 难免糊涂 于是工资成了一笔烂账 儿女们回家花钱买菜 有的跟金大爷要钱 金大爷要钱就给 一个月下来 工资一点没剩 可有的儿女没分得一分钱 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经过了几次协商 当然也伴随儿女之间的争吵 达成了一个方案 工资只定一个人保管 花钱记账 可是方案虽然有了 但也不外乎人情 哪天哪个儿女跟金大爷哭穷 金大爷就让把钱拿出来 于是儿女们互相各种监督 都觉得老爹会给别的姊妹钱 其实对于金大爷来说 老了糊涂了倒也是个好事 因为几个儿女每天不是想着怎么照顾他 而是怎么哄他 从他那里拿到更多的钱 不过像金大爷这样 虽然儿女们互相算计 但也都知道 只要老爸活着 他们就会有钱 所以虽然不省心 但金大爷也过得下去 有时候觉得钱多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有了金钱 很多事情就会变味儿了 亲情也变淡了 可是没钱可能会更糟 90岁王大爷 农村人 两儿两女 老年儿女们都不孝顺 农村老人的养老 大多要靠儿子 王大爷有两个儿子 而且都住得很近 老大家隔了一排房 老二家距离不到20米 但就是这么近 王大爷经常吃不上饭 饿得王大爷经常去社区里 谁家有饭他都去吃 和人说饿死我了 一个老人过来吃点饭 谁也不能说什么 但一次两次好说 可是你儿子就住在隔壁 不应该到儿子家吃吗 可王大爷不敢 四个儿女 王大爷小时候都没怎么管过 两个儿子不孝顺 可追根溯源 王大爷自己也不孝顺 他的父亲不到70岁就去世了 王大爷没管过一天 当时父亲没钱治病 就那么在家里挨着 对儿女 王大爷也曾放出话 老了我也不用你们管 所以你们的事我也帮不了 连老伴给儿子带孩子 王大爷都埋怨 家里地里那么多活 你还有闲心管他们 可是他自己 东家串西家 就是懒得去地里干活 所以老了 他能怪得了谁 儿子哪天想起来 过来给他送点饭 不送他也吃不上 没什么病的王大爷去世时 大家都说 如果他营养跟得上 活个一百岁没问题 其实对于王大爷来说 活得长不是在享福 而是在遭罪 只是他能怨谁 不孝顺的儿女 都是他教出来的 不过儿女 把这样的风气传承下去 那他们的老年生活 也着实让人担忧 相比之下 一直过得不如他的张大爷 却有福气 九十岁张大爷 农村人 五个儿女 两个因病造亡 虽然生活苦难多 但老年时 他得到儿女的善待 张大爷也住在农村 和王大爷相比 他的生活要辛苦得很多 张大爷本来有五个子女 有一对双胞胎 出生就是脑瘫 不能生活自理 两个孩子活到四十多岁 张大爷和老伴一直照顾着 而且生活困难的张大爷 还一直养活着他的老母亲 那时别的兄弟都比他的家挺好 可是只有他伺候老母亲 当时在村里 他家的生活最困难 但即使再艰苦 张大爷也没有怨气 家里有点好吃的 都紧着老母亲 对母亲和孩子都特别有耐心 被大夫说只能活到二十岁的两个 有病的孩子 活到了四十多岁 张大爷也一直伺候到老母亲八十多岁去世 张大爷家的生活一直都很困难 在他老伴去世后 大家以为他的老年生活会很难 没想到 儿子儿媳对他特别好 虽然家里不富裕 但给张大爷做饭 都挑他爱吃的做 牙口不好就做得软烂 张大爷的身体年轻时 因出力太多 一直不太好 但因为老年儿女照顾得好 张大爷活到了九十多岁 所以老人晚年过的是否幸福 钱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 有钱可以找保姆 也可以分给儿女 让他们来伺候你 因为有钱 至少能让自己生活无忧 但真正能感到幸福快乐的 还是晚年轻人给予的关心和照顾 没钱的张大爷被儿女善待 还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品行 张大爷生活困顿 但对于老母亲 他尽到孝心 他的做法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儿女 而他和老伴对于儿女的照顾 特别是对两个有病的孩子的不离不弃 都是在感染着他的儿女 让他们学会孝顺 学会善良 从而形成了家里的良好家风 结语 家风影响着家庭的每一个人的品德和言行 一个家庭良好家风的传承就是孝道 而孝道是一种感悟 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悟出道理 让儿女得出什么是尽善 行孝 这些用金钱都办不到 为了钱去做和用心去做 效果一定是两样的 可以看到很多老人无权无事 但儿女们都很孝顺 而有的老人偏偏是因为钱多 反而过得更糟心 好的家风才会有孝道 而这和钱无关 人可以很平庸 但平庸也可以很善良 可以去尽孝 而这一切都应该从自我做起 对上孝敬父母 对下爱护孩子 把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受益的也是自己 您说对吗 有什么感想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也可以直接点击三位书屋主页的发消息按钮 直行随时在线等您